传送球的十种重力玩法 尊都假都啊 传送球居然有十种玩法 尊都尊都 除了第一种是正常玩法 后面的都有不同哦 第二个传送球怎么回事 传送距离变得更远了呢 后面还有更远的呢 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 好家伙 这是什么神奇的原理 传送球居然可以传得那么远 要不怎么说是传送球的神奇玩法呢 哎 现在距离怎么又变近了呢 因为这里没有重力咯 原来是这样 哎 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向后扔 传送球向后扔那岂不是传送到后面去了 难道说 啊 怎么还有这种事 传送球直接飞走了 好玩好玩 这里的传送球直接扔就好了哦 哇塞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以前还真没这么玩过传送球呢 我都不敢想象如果巅峰赛里也有这种玩法该有多好玩 那你可真是个胆小鬼 我就敢想 不得不说现在的作者脑洞真大 这些玩法他都是怎么寻思出来的呢 这你就管不着了 人家作者脑子灵光 不像你似的 除了嘴硬什么都不会 哎呦 你干嘛 是不是每次我来玩地图你都要说一遍我是个嘴硬主播啊 可恶啊 好好好 不说你是嘴硬主播了 你是技术主播可以吧 本来我就是个技术主播 你见哪个猜主播是超级凤凰蛋啊 你那超级凤凰蛋是怎么上的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被粉丝一把一把带上去的 还好意思说 谁说的 我自己也是有实力的 你不会真以为我没实力吧 好了 这是最后一关传送球的玩法了 你要是能不失误过去的话 我就承认你有实力 不失误过去就承认我是技术主播 尊都假都啊 当然是尊都啦 嘿嘿 那你快准备好叫我技术主播吧 这关卡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失误的 那还是假都吧